我們今天是來到光子學公開課第145期 我們請到來自清華大學范靖濤老師 為我們講受可重構光計算架構 我們知道這個光計算從光鏈計算專題一直以來 都在強調它的特點和優勢 今天范老師會講講它的不同的特點和需求 如何分析光計算對於可重構的這樣一個需求 進一步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范老師 范靖濤老師是清華大學自動化系 與認知科學研究員 國家級高層次人才 先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多項省部級技術發明和科技進步一等獎 長期從事信息與光學交叉的光電智能計算 光電智能成像研究 近五年主持相關領域國家級科技項目四項 代表性研究成果 發表於Nature Photonics, PLO,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Cell Engineering等 今天我們也非常榮幸的請范老師我們授課 范老師後面的時間就交給您 好的 感謝剛才唐老師的邀請和介紹 也非常抱歉 因為之前的時間安排可能比這更早一點 因為我這個和我們學校的夏季小學期的受課時間衝突了 所以往後拖了一些 今天的這個內容可能 這個技術細節的東西相對這樣偏少 粗礦價的東西多一些 那對於光計算來講 我們大家知道這個是一個新興的一個發展的這樣一個緩解 是吧 但是呢 我們一直有人在問 在講說我們光計算怎麼和電計算對標 什麼時候能夠代替電計算 當然這個還需要有很長期的一個路程 那麼從可重構來講呢 我覺得電計算實際上給我們的很多的啟發 所以今天的內容大概分成了三個部分 首先呢我們來對比一下這個光和電 這兩個計算環節發展的一同 以及呢通過電的發展給我們哪些啟示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這個AI是非常火熱的 對吧 人工智能的這一塊 那人工智能的這個主要的力量來源呢 我把它總結為叫做推理 就它本身是不是以一個物理載體來做計算的呢 這個不是它的本質的特徵 而在於我可以通過一個模型的建立 是吧 輸入一些未知的樣本來得到一個確定性的一個結論 那麼這個主要是在於推理 但是我們現在電學上面的這個人工智能 網絡它是如何被計算使的呢 它實際上有很長的這條鏈路 我們想做人工智能的實現 很重要的就是對於算力的依賴 那麼它為什麼需要這麼高的算力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首先我們把一個網絡也好 你叫做模型也好 就叫做了這個算法也好 這個東西呢要先編譯 得到一個指令的序列 這個指令的序列在CPU 在GPU或者說其他的一些這個硬件上面 得以執行 而它在執行的過程中 指令還會被再一步的拆解 拆成若干個被這個CPU內部的這個 處理器流水線 能夠接受的這種微指令架構上面 然後在底層會有對應的 像算數邏輯單元等等這些硬件呢 對它支持 這個硬件的再往下面看 我們講這個學數字電路大家知道 這個是組合邏輯或者是持續邏輯 再往下面呢 它的構成就是門電路 為什麼電的神經網絡 對於算力需求這麼高 實際上有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沒有把CPU或GPU的 全部的計算能力全部都用起來 因為CPU和GPU是通用的 它要留各種各樣的考慮 但是我們當執行一個特定算法的時候 有些已經存在的硬件的結構 或者它的效率 利用起來反而沒有這麼高 就是因為它的鏈路長 所以它對於這個算力的浪費 實際上還是有的 那麼上面需要一個高效的推理 下面呢 需要一個通用的支撐結構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CPU GPU的算力上面 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挑戰 因為我們現在的神經網絡太寬了 太深了 所以它對於算力的需求 非常非常之大 而我們現在處理器的發展 很難以長期的去滿足 這樣一個人工智能的發展 這樣的需求 那麼為了能夠突破 電上面再朝著兩個方向去做突破 第一個 就是在研製神經網絡的專用芯片 來提高算力 另外一個 就是希望能夠突破 現在馮充毅曼體系結構的這個存儲牆 是吧 還有一個方向在做這個存算一體的 這個內腦計算的架構 這兩者呢 都是為了解決系列的問題 比如說神經網絡的這個專用芯片 它為的是提高算力 就是我盡可能的把整個的硬件的結構 設計的就是支撐神經網絡的專用計算的 那麼它的算力呢沒有浪費 所以它獲得的效率相對來講高 它的算力也可以做得很高 那麼但是能耗怎麼解決 能耗呢主要靠的是這個內腦計算 它的目標呢實際上是為了能夠提高這個能效 就像說一腳耳能算多少次吧 它是為了提高這樣一個東西 但是從總體來看 我們現在的這個神經專用神經網絡的專用芯片也好 內腦計算的這個架構也好 它本質上還是在電芯片的架構上的創新 那麼電計算的這個架構的創新 能不能長遠的去支撐人工智能的反展需求呢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在23年前也就是2000年的時候 MIT在自然上面發表了一篇這個中述文章 當然可能隨著這些年來呢 這個摩爾定律的這個逐步的放緩 這個電子計算的局限性反而更受關注了 但是這篇文章發的確實是比較早 我這個粗淺的總結一下 它實際上指出了幾個事情 第一個摩爾定律是不是自然的法則呢 不是這是我們認為總結的規律 那麼它的放緩呢是必然的 為什麼是必然的 因為電子計算存在著一系列的物理的極限 那麼可以說我們現在在架構上面的優化呢 都是很難突破這個電子計算固有的這個幾個瓶頸 那麼文章講了很多我簡單的總結一下 第一個它講的是說功耗決定了算力 就是說你的功耗越高你的算力相對來越高 這個肯定是對對吧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隨著我們現在器件尺寸的不斷的縮小 大家知道製程現在開始進入到這個納米級 隨著器件的縮小 我這些功耗放在哪個上面了 放在算力上的佔比反而降低了 但是放在散熱上的佔比反而增高了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做一個純能計算的形式 你還是有一部分能量是轉換成了熱的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CPU 差不多15年到20年了 很難突破4G赫兹 為什麼呢 你的時鐘頻率一高 你的電壓也要加 電流也要加 你的功耗佔得太大了 以至於超過4G赫兹之後 可能CPU就把自己燒化了 這是我們說能耗決定的算力 所以想要低功耗 但是要高算力 這個本身就是存在矛盾的 那麼第二個 叫做維度決定算力 我們大家知道 在現行的通用電子計算上面 我們是以二進制的布爾運算為基礎 就是01變換 我的任何的信息 都要把它變成0101的一個序列 這個本質上是一個一維的信息商 在這個信息商的維度上 它不夠高 所以我們一次變換 能夠得到的信息的這個改變 相對來比較小 所以這是一個信息編碼的維度 決定的算力 那麼第三個 叫架構決定算力 大家知道這個電線布線的時候 是不可以交叉的 所以我們現在所謂的並行處理 堆的是面積 降低的是單位面積上的功耗 來換得更多個核 但是這些核之間的交互配合 反而帶來了更複雜的計算問題 你說這種架構也不足以支撐 特別特別無限制高的 這樣一個去運算的實現 那麼所以說能夠提出一個高效 高為高並行的一個新的計算方式 這個將成為新一代的這個信息領域 競爭的這樣一個國際的競爭基礎 光計算的發展呢 實際上由來已久 從1960年激光器的發明 就開始有了光計算的概念 幾經起伏 包括像貝爾實驗室 做這個光的二級管 來搭光計算的原型機 後來這個被證明這是不可行的 那直到發展到今天 我們對於光計算的應用的場合和領域 有了更清晰的一個認識 我們可以認為 我平常去寫個文檔 開個word 我不需要高算力 那麼光現在在做什麼呢 光更重要的是來實現智能任務的執行 比如說我可以把光的這個算法 用光來實現一個這個智能計算的這樣一個算法 那麼它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 我們稱之為叫做結構級功能 傳播就計算 我可以把調控的結構直接刻在硬件上面 這個硬件本身就是一個算法的物理實現 那麼像這個有些國際的學者認為 我們電或者是光電 它的能力在哪裡 在於它的這個算力也好 能效也好 它的下限 就可能比我們電子計算能夠契集到的上限 還遠要高 當然這個只是理論 實踐過程還有一個很長的路要走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是因為我們光在做計算的過程中 有這樣幾個比較這個範式上的優勢 第一個就是光在硬裡面傳播呀 它的熱效應是極低的 我可以把大部分的能量都轉換為算力 然後那麼第二個 就是我們可以綜合的去運用正輔 相位偏正光輔 來進行一個更高位的信息的表達 那麼這就意味著高位信息上 提升了我們算力的上限 那麼第三個就是光是可以交叉傳播 互不干擾的 那麼這種空間的由自然而然 那種空間的並行性 是可以提升算力的下限 所以從理論上來講 拿光去做計算的範式 要比電在範式上有幾個很突出的優勢 那麼未來國際的競爭點 就是如何去探索光計算的理論的極限 是吧 構建能夠更廣泛應用的芯片的架構 最終能夠賦能我們的智能計算 這個可能是我們在戰略上面說 為什麼要去做光計算 那麼實際上在國內外的佈局上呢 也有很多的這樣一個工作已經開展了 像DAPA主要在做這個新型的處理架構 和顛覆性的硬件 那麼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光學並行的 電子光子的 是吧 光子優化嵌路的微處理器項目 它的定位我感覺比較高遠 它直接定位在通用處理器的這個層面上 但路還有很遠 像歐盟的這個好路沾頭2020 那麼它也提出了 要去做什麼可重工光器件 類FPGA的這個可重工的光電路啊 等等這樣一些關鍵技術 也有佈局開始探索 那麼對我們國內來講 像科技部的顛覆性技術的試點項目 2030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項目 包括重點研發的這個李明老師 主導的這個信息光子技術這些專項 包括像資安基金委 也有一些重點項目群和單獨的 這個交叉學科的重大項目的這個布局 綜合來看 我們現在從整體來說 光計算處於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我個人的判斷啊 不一定很準確 我們大多數的光的智能計算 處在一個專用的階段 就是我只能執行某一個特定的任務 那麼有一些在算子層面上 可以和光電融合做加速的 處於一個半通用的階段 那麼未來中期和長期的 就是可能要去走到通用的 AI的光計算 就我還是做智能任務的 那麼最終的一個長期 才有可能過渡到通用的計算 就是完全代表現在的電計算的體系 那麼從國內外的 綜合研究部局上來講 我認為現在的光計算的基礎理論研究呢 偏重這個還是相對薄弱的啊 但是在算法器件架構上面 國內外的研究基本是一個並跑的階段 但是我們自己做光芯片的體系化佈局呢 還偏入啊 這個當然要一步一步去解決 那麼開始進入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電子計算為什麼需要可重構 而這種電子計算的可重構 對我們光計算來講 有什麼樣的一個啟發 是吧 知乎講先問是不是 再問為什麼 我們來回顧一下電子計算的這樣一個發展歷程 我自己總結 電子的通用計算的發展歷程 是一個從能力到算力的發展過程 比如說大家知道我們這個 從小學學到現在哈 那麼基本上在數學領域經歷過幾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是計數 那怎麼一二三四五這麼去數 是吧 算數加點乘數 具體的數怎麼去算 然後才是代數 我用符號去表證了 我不再管具體的這個數值了 這體現的是一個規則 最後才是一個通用計算的犯式 那麼最早推動這個通用計算發展的理論呢 我個人認為是來自於1679年 這個二進制的這個被發現或者被發明 那麼有了二進制之後 我們才能夠支撐起來現在的這個電子計算 這樣一個宏大的一個局面 接下來 那才是計數的 我用0101可以去表達數 0101怎麼去算呢 那麼1853年的布爾代數給出了這樣一套理論 就是我們可以把0101作為算數 然後去疊加相應的算子來實現計算 那麼這個時候也是理論來推動能力生成的 再到後面 1928年的時候香農 他奠定了為邏輯電路設計的理論基礎 他說布爾代數應該映示到什麼樣的一個電路邏輯上面 電路結構上面 這是理論來推動能力生成 然後圖靈來了 1936年圖靈發了一篇論文 來明確地給出了一個圖靈機 我們簡單說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同學的這個學科都是信息領域的 他認為呢 任何一個可計算的算法是怎麼表達的呢 我可以把它做成一個機械結構 這個機械結構上面穿了一個紙袋 紙袋上寫的是我們的符號 他認識有限個符號 那麼他機器的內部呢 有若干的狀態 同時他定義一系列的規則 這個機器幹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我看一下當前的紙袋上寫的是什麼符號 把它讀進來 然後再去查一下我當前的機器出於什麼樣的狀態 這兩個作為輸入去做規則匹配 規則一條另一條的查 是吧 看有哪條規則匹配到了輸入的符號和當前的狀態 他按照這個規則去做出自身狀態的改變 同時寫出一個新的符號 像我們寫程序 這是個什麼結構呢 是一連串的if if else if else if else 它是這樣的結構 這個才實現了我們任何的一個可表達的算法都可以做成一個可計算的過程 這是圖靈機的一個貢獻 但是這對於圖靈來講 這不是唯一的貢獻 它不僅僅給出了通用計算的籌項 它更牛的是一件事情 它說我在一台圖靈機的紙帶上寫了一系列的符號 這個符號被讀進來之後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另外一台圖靈機應該如何去運行 這個才是我們現在計算機的最基本的原理 為什麼可以編程 我們的計算機是一台圖靈機 你的程序是另外一台圖靈機 它是用你的硬件圖靈機來模擬這個軟件圖靈機的執行的過程 這個才是通用計算 那麼當然秋奇也給出了另外一條不同的路径 但是圖靈在發論文的時候順手就證明了圖靈和秋奇的理論是增加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把通用計算理論叫做這個圖靈秋奇理論 然後是誰呢 然後還是理論推動發展是冯諾伊曼 他提出的這個存儲程序通用電子計算機的這樣一個方案 是我們現在很多很多計算系統的這樣一個 框架的這樣一個指引 然後1947年貝爾實驗室發明了晶體廣 然後的更多我也不講了 這個集成電路大規模集成電路 包括我們製成的不斷的演技 這個時候才是技術進步去推動算力的發展 就是我已經具備了通用計算的能力 然後我再去推動算力的發展 那麼他體現在集成度的不斷增高等等等等 這是整個的一套發展 那麼當我回顧的時候你會發現這樣幾個問題 就是你不管現在算力做的再高 它的能力來自於哪 它的能力還是來自於圖靈的這個理論 並且通用計算是圖靈的選擇 即使逢諾伊曼不產生 是吧 香農布爾代數二斤式都沒有圖靈的理論 仍然是完善的 我並沒有規定我的這個識別的符號一定是二斤式的 只要我可識別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一個更高層的理論的一個架構 布爾代數的算子就是 或與非亦或等等等等 這些算子它本身是可以映射為一個圖靈基的 那麼靠圖靈基之間的這個組合 布爾代數提供了一個計算器件的規模 擴展的理論基礎 我們按一個位算布爾代數 和按一個位組去算布爾代數 這是可以推廣的 二進制是誰發現的 是誰發明的 有人說圖靈指出了這個圖靈基 就應該是二進制 這個我個人不認同 因為在原文上面 它管二進制的這個東西 叫做computing machine 是計算用的機器 但是圖靈基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講的computer 它更強調的是 可以用一台圖靈基 表達另外圖靈基 並沒有對符號做限制 那麼存算分離的這個架構 是馮諾一曼對圖靈基的 一種結構的特化 就是它提供了一個硬件 實現了這樣一個基礎框架 可以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大部分計算機 你可以認為它是一個存算分離架構的 二度制的圖靈基 但是這一定是一個特例 它不是一個唯一的選擇 在通用計算之外 我們仍然有很多的選擇 但是在電子計算的環境 我們更多的依賴的還是圖靈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人工的神經網絡 這個網絡的架構和典型的功能單元 這個發展的特別的快 對吧 我們想總結一個 所有的網絡架構的一張圖很難 我這個也不一定很全 這些網絡架構上面 只有循環神經網絡 被證明了它是圖靈的 比如說它有輸入 循環這部分要有中間存儲 要有狀態 然後有輸出 有規則 這個才是圖靈的 而其他的 像我們絕大多數的神經網絡 它從入到輸出 中間沒有辦法來表達它的狀態 反正算一遍就拉倒了 它沒有狀態 所以它不是圖靈的 可能大家不太理解 為什麼一個不是圖靈的算法 能夠在我們現在 通用計算機執行呢 這是來自於一個叫做 分層的圖靈完備性 就是算法不是 但是底層實現是圖靈的 那麼也可以靠通用的圖靈硬件 來執行非圖靈的算法 提供的計算能力 怎麼實現的呢 通用計算大概來自於 這個幾個層面的出現 第一算法 算法不一定是圖靈完備的 它不一定能夠嚴格的 抽象表達為 這個符號級 狀態級 規則級 但是這算法要跑吧 跑它要編譯啊 當它編譯成指令的時候 這個指令序列裡的每一個指令 都是圖靈的 它都是對應了狀態 這個輸入輸出的符號和規則的 那麼在處理器的各層硬件上 也支撐了這樣一個圖靈完備性 就像我們最底層的門電路 它也一定是圖靈的 可以說通用計算 目標是在做什麼 就是什麼都能算 我要把這個一系列可算 不可算的東西 只要能映射到 分層次的圖靈計算上面 那我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它更強調的是能力 是通用 那麼從下面看 這個專用計算 比如說 中間這個層次才是可重構的 它兩個都有 它是目標是相對靈活的支撐特定 應用 也就是說通用性 對電學的可重構來講 不是最重要的考慮 它是目標之一 它首先要保證的可能是算力高 可能保證的是能耗低 可能保證的是成本低 在這個基礎之上 才是可以做特定的應用 它的形式有很多種 我們大家現在公認的FPGA 肯定是可重構的是吧 但是你像往前說 這種可編成的邏輯門陣列 是不是可重構的呢 也是 我用一個算力 特別特別受限的通用處理器 加上特定的固件 我固件是可以更新的 那你說這個形式算不算可重構呢 廣義上來講 它也是可重構的 可以說在電子計算層面上 我們把這個可重構的能力 分解成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最高的 就是算法層面的可重構 我們這個叫reprogramble 可編成的 我們通用計算 都是算法層面可重構的 那麼第二個 就是架構層面的可重構 我可以通過去構建 一個特定的圖輪機 或者說我受限的去執行 一個特定的圖輪機 那麼這個都是架構層面的可重構 還有呢 一個相對模糊的層面 就是參數層面的可重構 我架構可能不變 我還可能在底層的參數上 有些優化和微調 或者給一些新的配置 它來實現新的圖輪計算 或者是非圖輪計算 那麼這是我們電學 實現可重構的三個層次 大家可以看到 電學看中的更多的 仍然是更偏圖輪的 就是更偏通用計算這種 但是光計算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就涉及到了光計算的可重構的目標和層次 光計算它自己的特點 我個人把這個智能光計算總計為 從算力到能力 電子呢是從能力到算力 光的呢是從算力到能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大多數的這種結構技功能 傳播機計算的形式來看 它本身能耗很低 因為光速傳播 我又沒有這個時鐘同步的信號 是吧 我傳播機計算 我不需要等同步 那這樣來呢 我算力天然就高 能耗天然就低 這是我光計算的優勢 弱點在哪裡 第一 我們現在基本做不到圖定計算 肯定不是通用計算的形式 因為它中間沒有狀態 也很難去做編碼的符號表征 還有另外一個弱點 就是它不靈活 結構級功能 那現在怎麼我拿硬件的物理的形式 去實現了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你想改它 你付出的代價就是很大的 甚至說我們上了光刻 刻出來什麼樣 它就是什麼樣的功能 你想改很難 對吧 所以我覺得在光計算的可重構上 它的最大的宏管目標 就是首先要保證高算力低能耗 這是它的優勢 同時才是盡可能的擴展它的功能的靈活性 它跟電章是反著的 電是說我是損失靈活性的 我就是要做特定計算 我要把所有的硬件的資源 是把能耗拉下來 算力提上去 那光計算的可重構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所以電計算的可重構的研究 不一定能夠推廣到我們的光計算的可重構研究上面 就因為它們兩者的起步點 發展歷程和宏管的目標是不一致的 那麼要保持這種高算力低能耗 這個功能靈活的宏管目標 它也是可拆解的 我們拆成幾個小目標來看 這就帶來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光計算可重構的層次化目標是什麼 我講的不一定對啊 這種個人的一些思考 首先我認為第一個小目標呢 是器件的可重構 那我們可以按照片上的和空間光的去說 在片上的大家知道我們片上的形式很多 對吧 那因為我們現在絕大多數光計算的幾個底層 包括技術和工藝的實現來源 更多的是來自於光通信的前期的這個很好的基礎 所以片上的東西可選的相當多一點 片上器件的可重構 目標是什麼 目標是靈活的光調控 那這個時候你上面算法還很 我就單獨想在這個器件去增加調控能力 那麼它大概在片上呢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一濕的 那比如說我在微環上面去加了一系列的這個調控的能力 我可以通過熱、電、光等等 對這個器件本身的折射率和吸收率做調整 那麼它可以實現這樣一個可重構的特性 就是大家可以看左上角那個圖 它是在微環裡面去增加了這個GES-T的相片的材料 是吧 我對它調控之後 我可以調的是折射率啊 就像是相位的調制 吸收率呢 就強度的調制 那麼右上的那種形式呢 它在這個 就是有掺雜的一個材料 是吧 規則之類的 那麼通過加電廠 可以讓它的這個斜震的這個風呢 發生得更多便宜 實現這個調控 這也是可以的 還有呢 這是意識的 就是我加電 加熱 加光都可以 你別停 你停下來 它這個可調控的能力 又會恢復到不佳的時候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個一失的 你想做靈活的可調控 你的代價 就是要有不斷的能量輸入 這個和什麼相悖呢 這個和我們光計算的低能耗 它是相悖的 那麼第二個 下面的這種 那麼不管是MZM2 或者是超表面的這樣的形式 我們可以做一些非意識的可重構 就是這個主要靠的是結構變化 就是材料的結構變化 傳統我們講的相變 是吧 我可以通過激光止血等等的那一些方式呢 來實現這種相變材料 它的折射率或吸收率的這樣一個改變 這個改變是非意識的 我改完了它就不回來了 那我要想再改回來呢 我還要再加能量去改 那麼這一點 它顯然是低能耗的 因為它重構好的之後 它就傳播計算的過程中 不需要能耗了 但是和什麼相悖呢 它和我們的靈活性是相悖的 你沒有辦法隨時的想改它 你改一次 是吧 你要做很大的一堆工作 你改完了 這個事情就定下來了 這個呢 跟我們的這個FPGA 現在這種一次性燒進去 或者像PLA 一次性的燒進去 類似於這種 所以說你的改血的代價相對來 比較高 它的功能靈活呢 也是相對來受限的 那麼在空間光器件上面 這個調控的方法很多 比如說我們可以靠機械的 我靠一個器件的彎曲 是吧 大家知道我們大家這個 現在家裡面寬帶入戶 用的這個光貓啊 那個光線不能彎折到90度 彎折到90度 光就沒了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我可以靠器件的機械彎曲 來調整它的這個光調製的特性 那麼像我們這個 還有像什麼 空間光調製器 是吧 這個SLM啊 調相位的調強度 它是靠著這個電光調製 包括像液晶啊 它可以實現這個光學器件 指示力吸收率的調整 那麼當然還會有一些 這種化學和結構的變化 調整的方式 那總而言之 在空間光器件上 它一般啊 會考慮做成陣列型的啊 一個空間光調製器的 這樣的形式 而它的調製特性 是可調整的啊 但大家看這個圖啊 這個不是所有的例子 我們只舉了一個例子 大家會發現 它也要外接調控員的 是吧 這個基本上都屬於一施的 就是你不光有信號光啊 你還要有一個調控光啊 有調控光或者調控的信號 來決定了它的這個可重構的能力 這是我們器件的可重構 我們不講上層 器件層面的 只是為了獲得可調整的 這個光的調控能力 第二個小目標 這個算子的可重構 我們現在 既然想拿光的硬件結構 去執行一個智能算法 那算法層面呢 還是有很多共性的算子的 我這個舉了一系列的例子 不一定很全啊 典型性的工作 像這個啊 這是這個 這應該是 辦公室的李明老師 和時賴老師 他們這個 剛剛發表NC的這個工作 這是算捲機的 算捲機的 怎麼算呢 大家知道捲機運算 是輸入圖像隨時在變 但是核是相對穩定的 是吧 那如果我們寫一個 這個什麼 像圖像的模糊的算法 銳化的算法 這個邊緣提取算法 他都可以認為 整個設法流程一樣 就是捲機的核數據不一樣 那怎麼去改這個捲機核 來實現可重構的捲機運算呢 那麼他們是把這個 這個捲機核 映射到了譜上面啊 然後把圖像 映射到了實域 那麼 實譜的關聯 來實現了 這樣一個疊加的運算 它的捲機運算 是可重構的 那麼像這個工作 就是光 光組的RAM開關 它實際上是實現了一個 可重構的 非線性激活函數 那麼大家知道 我們在這個光激算裡面 非線性激活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對吧 電也有光也要有 那麼這個非線性的形式 可不可以調整 它靠光組的 這樣一個形式呢 來調整這個 非線性函數的這個實現 那這也是一種算式 可重構 那麼大家知道 像這個MIT 神醫神博士回國之前 他們做的這個這個工作 是吧 它做的是個向量的 矩陣的承法 這個承法的承的形式 也是可重構的 那麼它靠的是MCI 就是這個馬赫增的 這個干涉儀的 這樣一個形式 那麼這個大家看 宏觀目標也是為了 做矩陣的承法 那麼像其他的 像微環和PCRM去做 卷機運算的可重構 MMI去做離散 富利液這個算子的可重構 那麼包括用這個 什麼藕合器調製器 放在一起 可以在一個硬件結果上 去實現 積分微分和其他一些變換的 這樣一個算子的選擇 這也是一種算子級的可重構 在空間光上面 那麼像可除了演設單元 我靠了這個DMD 就是強度型的空間光調製器 和相位型的空間光調製器 可以讓它的這個 夾的調製信號 表達一個空間光場受控傳播 來實現矩陣加法和承法 這樣一個工作 那麼這個呢 也是一種算子級的可重構 那麼像斯坦福新提的這個東西 是吧 那我可以靠這種可調整的超過表面 它能做什麼呢 它能做演設的調控 可以做折射率的調控 可以做光譜的調控 那麼這是更複雜的一個 空間光的調控模式 是吧 它跟這個這個空間光的 演設計算結合在一起 這也是一個這個 這個算子級的可重構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所有講的工作 目標是什麼 我們並沒有把器件 作為我一個最底層的 可調控的單元 我實現的是某一個算子 它是可調整可重構的 類似於我們可編成的 這樣一個概念 當然這個領域層次很多 有的是算法的調整 有的是算法參數的調整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們認為是算子級可重構 它比這個器件級的就高了一個level 它的目標是說 我在一個網絡下面 我可以去改我的一些很基礎的 共性的算子 那麼第三個小目標 是控制的可重構 當我們一個網絡特別大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控制這個網絡數據流向呢 大家知道現在FPGA 是吧 我下面還是有很多可計算的這個計算單元 我可以靠它們之間的流向的選擇和組合 來實現不同的運算的功能 那就是說FPGA可編成的東西 不一定是最底層的門電路了 它還是更上了一個層次的 那麼像這個2000年的GPM Nature呢 它提出一個想法 就是做一個通用和編成的光子吸收電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基本器件上面 是片上的循環波導 配合了可調節的這個光束我和氣和光學向儀器 那麼我可以直通可以交叉 可以這樣的去分 是吧 那麼我可以在每一個這個可調控的地方去選擇 它是可以放在鏈路選擇上 也可以放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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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個鏈路的權重的選擇上面 它是靠軟件編成的方式來實現這個路徑的傳播的控制 它是做這個數據流的控制 或者光信息流的這樣一個控制 來實現什麼線性的懲罰 量子信息處理等等這些功能 那這個前景這個願景很美好 它希望能做大規模的 但是我們現在能夠做到的呢 實際上還是集成上的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規模做不大 但是你看它的思路就是在走另外一條路 它走的是這個控制鏈路 數據流傳遞的這樣一個層面 我認為這是一個控制的可重構 那麼第四個就是這個架構的可重構 像這個垂體軍院士他們在去年的時候 發的這個Nature Electronics 它這個網絡呢是空間性的網絡 它在前面做了一個這個數字微波編碼的調整器 當然它用的是一個更廣義的光計算 它實際上是這個微波計算 來實現這個網絡的權重的改變 靠多層集點來實現深度的擴展 最後呢有一個這個探測器來實現非線性的激活函數 那麼這個架構是相對的要靈活的 也就是說在我把所有的單元 所有的層都固定下來之後 它代表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網絡 這東西是可以編成的 所以它的架構已經更朝這種特定領域的通用計算去靠攏了 就是我提供更多的可計算的可能性 你靠一個外加的一個程序來實現這個特定的網絡的架構 那麼還有像這個我們實驗室戴崇海院 也包括了我們現在電視的明星老師 他們一塊這個做共通訊的這樣一個文章 這是2021年的時候我們提的是DMD做強度 SRM做這個相位 後面我們做一個探測器 這三個東西合在一起 作為一層光學可調控網絡 它既有相位調製又有強度調製 然後可以去做這個感知和調整 然後呢靠數據流的控制 來多次的迭代傳數據 實現一個多層計算的這樣一個形式 我們把它定義叫做這個顏色處理器 就是它是一個架構上的可重構 它靠一個單層結構來用 持續的這個輸入輸出 來模擬一個多層的結構 那麼這是架構的可重構 像這兩個工作更傾向於是說 我們能提供 類似於代碼級 或者是程序級編程的可能性 也不一定能完全叫做編程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把它上升到 這麼高的一個理論階段 反正呢就是我們可以去 外加一系列的信息控制 來模擬一個特定的網絡 但是這個硬件的架構不需要調整 這是一個架構上面實現的可重構力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如果說我們想做光計算可重構的話 它的路線應該分成幾個 分別處於什麼樣一個層次 那我給你這個分享上我的總結 首先從可調控的機理和應用上面 首先才是材料 我們的橡面材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那麼對於這種橡面材料 要和調製的機制相結合 比如像我們去改它的晶態非晶態 對吧 像中電的這個電光調製的 還有像一些機械調製的 我靠這個彎曲啊扭曲啊 拉伸啊壓縮啊 它是實現不同的調控 當然還有一些調控機制呢 是出於化學件這樣一個層次的 化學件的修飾 這些東西綜合放在一起 我們可以用這一行 我把可重構光計算放在最後了 它前面是什麼呢 超透鏡啊偏振轉換器啊 相位調製啊 全息啊雷達啊 生物傳感啊 最後才是可重構光計算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可重構光計算上面 更多的是運用了前面不一定 單獨為可重構光計算而去探索的 橡面材料和調控機力 把它應用在可重構光計算上面 首先這一定是受限制的啊 我們還沒有走到為了光計算的特定的保高算力 保這個低能耗去做這樣的材料和調製機制的研究 這個相對來講是缺乏的 那這也導致了我們現在在可重構上受到了一系列的制約啊 待會後面我會講到這個制約問題的這一方 這是我們現在可以用到的一些材料和調控的機理啊 那麼接下來我們在調控的實際路徑上面 現在這個機制呢 我感覺相對來講缺乏一點啊 那麼第一呢我們常用的就是這個電光 或者熱光調製和橡面材料的結合 那麼包括很多半導體啊 液晶啊 石墨烯啊 那總而言之它的原理就是要外加這樣一個電核 或者外加熱來改變它的光學的特性 是吧 那麼它可以實現的像什麼 我們這個東西也很早就在用了 橡位調製啊 波束控制 雷達成像 這些東西都是在用的啊 那麼這些大部分都是非這個可 就是意識性的啊 意識性的 那麼另外單獨利用橡面材料本身的啊 這種的是非意識的 它是靠橡面材料的改性 就是在晶態和非晶態之間的轉換 來實現它的調控能力或是調控功能的這樣一個轉變 那麼我覺得在這個上面也有很多可以搞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晶態和非晶態的轉換 你要么處於晶態 要么處於非晶態 但是也有一些前夜工作開始在去探索 就是我能不能做晶態和非晶態的混合配比 在哪裡有多少是處於晶態的 其他的那些特定的分佈是非晶態的 但它對於調控 就直起啊之類的這樣一個調控能力的要求更高了 不是對光調控 而是對材料調控的能力要求變得更高了 但是它一定會走向未來的材料領域的可重構的 一個研究的熱點 因為我們還是要有更多的可調控的功能 那麼這個可重構的路線層次上面 就是跟大家分享幾個典型的研究工作 在空間性的可重構上面 除了剛才跟大家匯報的這個 就我們我們團隊做的這個DMD和Slam 這個去做的這個可演設型的 它的這個優勢在於什麼 就是我的硬件結構是不動的 我完全靠控制流的和數據輸入輸出傳遞關係的一個調整 我可以去模擬很多的神經網絡 包括最簡單的一層一層一層的是吧 我們這樣叫D2N就是這個演設的深度網絡的這種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還可以做網絡中的網絡 就是我把其中一層等效為另外一個網絡 我可以在時序上去模擬這個過程 那麼還可能去做到循環神經網絡 當然這個它的訓練相對來要複雜一些 這一系列的這個想法 它是可以在執行和訓練時候共用的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光的訓練也很難 對吧 我訓練出來的之後加工出來的東西 和我想要訓練得到的結果之間 這個也有一定的差異性 然後它是可以認為是一個原位訓練和原位執行 一個合一的這樣一個形式 但是這個工作也有這個弱點 就是我們現在能夠做到的架構層面上的可重構 就是在架構就提供了可重構的能力了 這種工作基本上還很難做成芯片級的這樣一個形式 基本上都出在檯面系統 所以它這個工作做距離這個芯片級的應用相對來講很遠 大家可以看到 越是靈活性較強的東西 它距離這個芯片的實現相對還是比較遠 那麼另外一個像這個 全體運院是他們做的這個空間型的微波的可重構 這個剛才大概的原來我講過了 為什麼這個順帶回答一個問題 之前有好多這個老師都會問 說你整個的衍生的這個網路算的都是線性運算 這個東西不就等價成一層嗎 為什麼要搞好幾層 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訴大家 從數學上等效的是一層的非線性運算 沒錯 但是在物理實現上它不可能做成一層 因為你用的單點 是吧我們從前面進來的信號 分散到各個後面的空間位置上 這是什麼呢 這是你可以認為在光上就是個負數域的乘法 因為我是分拳了 分開了 每個人成本都是一個小於一的系數 類似於這樣子 但是後面的 後面這個單元 它向來自哪呢 來自於這兒 來自於這兒也來自於這兒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加法 就是前面的演設出去 是類似於乘法 合在一起 是類似於加法 那我覺得這就是加法 乘法運算 但是不對的 這個單層的實現能力 都是特別受限的 因為你看你不管是光也好 還是微波也好 你的演設是有物理規律的 它不能夠實現一個 靈活的權重的分配 每一點都要服從 它這個特定的物理調製的規律 那我們一定要靠多層的一個物理實現 來逼近一個單層的這個線性運算 我覺得是這樣一個道理 所以我們更多的還是要靠多層結構 來實現這樣一個可調整可重構的這樣一個能力 所以這種多層的形式 它想做成器件 就相對來講比較難 但是這個確實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就是因為它從架構能力上 就提供了把任何一個神經網絡 可以映射上去做執行的這樣一個能力 那麼還有一個比較新的工作 這個是一個archive的這樣一個工作 這個預印本 還沒有正式的發表 但是我個人 包括我們組對這個工作 還是比較感興趣的 這是來自於這個華中科技大學 張敏 明老師他們的一個工作 這是第一次 反正我感覺上 我可能看的沒那麼全 這是第一次在空間光上面 把每一個調整層都實現了一個非 非一濕的可重構 非一濕的可重構 它靠這個每個神經單元 都是可以在晶態和非晶態之間切換 來實現的相位的這樣一個調整 透過率呢 這個透過率之比都是一的 那麼它靠的是光學演射層 光電探測器和校正層 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網絡 這個工作我覺得思路很新穎 就相對說 我們每一點都是可重構的 這也是架構上面的 但是這個工作 比前兩個工作呢 它更容易做成片上 但是它的靈活程度 可能相對來還是偏弱 就是因為你每一個層 都要用相片實現 非是可重構的話 那意味著這些層啊 你得把它拆下來 單獨的調控好 放回去 這個難點不在於面正的調控 而在於多層之間的精確的對準 以及你調完了之後 怎麼去驗證這樣一個算法 這是一個這個空間型的 那麼大家跟大家分享幾個 這個片上型的 片上型的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就會有個明顯的特點 像這個明斯特大學 就是19年的這一篇 他們靠這個微環 是吧 這個片上的這樣一個結構 和橡面材料呢 就是橡面材料和直播導 做了一個結合 那麼它靠精態和非精態調整 調整是什麼呢 是透過率的高和低 你可以認為這是權重的大小 網絡間這個這個信號傳遞的權重的大小 然後靠什麼呢 靠橡面材料和微環 實現了非線性的激活 就是它是在這個架構是不變的 就是網絡架構是不可重構的 但是我對於權重和非線性是可以可重構的 它實現了這樣一個工作 那麼同樣還是明斯特大學 這個呢 思路可能不太一樣了 它是用橡面材料來做了一個這個 硬件級的這個加速器 就是這個張亮和的這樣一個形式 那麼它也是靠這個精態和非精態來調整的透過率 但是它在這個形式上呢 是用了片上的激光器和微環來產生光頻書 首先我覺得是這樣子 片上的因為空間很受限 它想做這個更複雜的調控 它必須得用新的維度 那麼更成熟的一些維度 就來自於像光頻書這樣一個譜的這個維度 所以在片上的用頻書 用譜的這個展開形式就會很多 但是空間光上面大家會發現 我們現在用譜的相對來講少 我們更多的用的是它這個空間傳播的這樣一個特性 所以呢 大家有一個共識 想做可重構 就一定要複雜的調控能力 那在不同的實踐形式上面 調控能力如何來 那就要往不同的維度上去做映射 是吧 那麼同時它靠相片材料和波導呢 來實現這個片上的運算 就是這個0101這樣一個矩陣的實現 這是一種形式 那麼像華盛頓的大學 他們做了一個這個 就是叫做可編程波導模式轉換器 就是叫這個塑寫叫PMMC 它是用這樣一個類似於器件或算子級的 它實現了一個可編程的內核 來實現了一個光學的卷機神經網絡 那它同樣也是靠相片材料來控制的這個超表面 來控制它的這個晶態非晶態 來實現了折射率的這樣一個調控 來最終完成了這樣一個設計的構想 那麼像賓法 我覺得賓法這個工作創新性比較強 它是做什麼呢 它首先它的硬件有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它自己claim的 這個硬件呢 是一個無土岸的歸原 它可以不需要光刻 也可以去實現它 那它對於整個網絡的調控是怎麼實現呢 它打的是外接的光束 比如說我在中間這個部分 你可以認為是一個相片材料組成的矩陣 這個矩陣的調控機制是光調控的 那我的整個網絡的這個架構的調整 權重的分配 甚至說連接的關係 靠的都是我外加打進來這束光 這是一個空間光調整器是吧 我靠打上去的這個光的pattern 來調控整個網絡的構型傳遞關係權重 來實現呢 這個更複雜的智能的計算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創新的一個 研究的一個思路 這個就很跨界了 你說它算是架構的嗎 它也算 它也可以調整控制流 它可以把認為每一個小的單元 就是一個特定的器件 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個思路也很有意思 它是在不同的層次上都有這個這個出頭的地方 是吧 綜合來實現的這樣一個可重構 那麼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考慮的一些這個趨勢和問題 從光計算的發展路徑上來看 我們目前光也好 全光也好 光電也好 目前大多數都不是圖靈計算 僅僅是一個信息處理機 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個 光的信息量太大了 我們很 它需要一個精準的符號定義 但是我們缺乏一個有效的編碼的機制 那就是把光計算發展成圖靈體系的一個很很重要的一個突破點 那麼第二個 我們現在光網路上沒有狀態表征 因為光很難存儲 它沒有中間的這樣一個存儲的一個能力 這也是一個可以突破的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規則是黑箱的 我們現在炫好了一個網路 你只是做智能計算 我們說不出來中間的規則123是什麼樣 這個規則是不是完備的 我很難去驗證它 所以按照這個狀態 就是按照符號狀態規則的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光計算目前距離圖靈計算的體系還很遠 那麼我們有沒有可能做非圖靈的計算的這個體系呢 就把光計算做成非圖靈的 我覺得這個希望很大 因為實際上圖靈不是唯一的選擇 蕭農也做過計算計 可能只是大家不知道 人家做的是什麼呢 模擬計算計 我靠電容電阻等等一系列的串聯並聯的關係 我可以實現特定函數的積分微分 這些東西它都可以算 這就完全走的是一個物理計算的這個這個邏輯 是吧 它上面也可以沒有時鐘 都是模擬電路啊 它沒有時鐘同步 它算得很快 但是只不過這個規模想擴展起來 想做的通用性的沒有那麼強 所以一步一步的被現在的這個通用電子計算 就拋棄掉了 這是我覺得像在什麼目標識別 比如說我們就想做一個特定的這個 放在車上的代替這個 從激光雷達的感知到後面晶能算法的這條路徑 是吧 我們可以做專用的目標識別的光器件 那麼這個是有可能去走專用的計算路徑 專用計算路徑上 我個人認為不一定非要走圖靈的這條路 是吧 第二個 就是我們可以考慮在後續的發展中 要去融入圖靈的計算體系 比較典型的 就是我能不能拿光去做算數邏輯運算 是吧 能去做這個處理器控制器這個層面上的東西 那我覺得走到這一天 還是真正的有可能 電計算和光計算是處於並行的狀態 甚至說光計算可以在有一天去取代電計算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因為現在整個的生態都是通用計算圖靈計算的這樣一個生態 你想融進去 你必須要從局部替代開始 啊 那麼這是一條路 那麼在圖靈和非圖靈之間實在還存在另外一條我認為可能存在路線 就是我們現在做AI計算的光計算加速 我的底層實現可能是非圖靈的 我就是把其中的一個算法上面在電上算的最難的部分 或者說一個這個過程我變成了光計算的 它前後都可以跟電計算結合在一體 你說它是專用的嗎 它的結構上面大概率是專用的 你說它是通用的嗎 它確實可以通用計算 我覺得這是三條路 但是不管哪條路 我們都需要可重構能力的支撐 比如說第一條路 我們在專用光計算路徑上面 我是不是要去光課是吧 我要去做粒子這個電子樹的直寫 我去做超表面的加工 你訓練的網絡你預期達到什麼的時候 我加工的器件不一定跟它一樣 這個時候可重構更多的存在於器件級 我要去修正或者說這個calibration到它的調控能力 讓它和我的理論的推演是盡可能保持一致的 像非一時的可重構啊 器件層面的大多都是在這兒 那麼在器件層和算子層的東西 更多的是存在於AI光計算這種半通用的光計算的這個研究路線上面 因為我是代替了電子學上的一個算法 對吧 我需要算法這個算子的可重構的能力 甚至說呢我對器件上面 我的算子的實現可能是來自於器件調控的 像MZI這種是這個熱來調製的這樣一個形式 對吧 它實際上這個更面向的是 從器件為基礎的算子的可重構 這是我覺得中間這條路徑 在上面的通用計算這個路徑上 它的側重點一定是調控的和架構的 因為不做到這個就是控制路徑的可調整 那你就沒法去做這個靈活的控制器 如果你的架構不提供這種算法級的可重構的能力 那你不可能去支撐通用計算 所以我覺得不管走哪條路徑 我們都需要在不同的層次上面去實現多種中間的可重構 但是它的研究目標支撐是不一樣的 那麼另外一個 剛才我給大家回顧了 電計算是先有的通用計算能力 後有的算力提升 光計算不是 我們現在本身就有高算力 就有低能耗 但是我們的能力不行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發表的高從次的光計算的文章很多很多 對吧 那你想去不斷去follow這些文章 你花很大的精力 但是我們就別的不看 不管是路徑 我們就看到大家在發文章的時候 我們去做這個demonstration 我們大概做了哪些工作 我說的不一定是共性的 不是所有的做的都是這些工作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 在做手寫體的這個數字 字母26個英文字母的分類識別 這些任務都是相對簡單的 因為它的背景乾淨 是吧 線條筆畫比較明顯 邊緣的對比度相對來講比較高 那跟我們想做yolo file 在街景上面去做目標識別 這個難度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為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雖然有強大的算力 但是這個算力沒法 或者很難在當前階段轉化為能力 就是我們的網絡複雜性不夠 它做不了複雜任務或很難做複雜任務 為什麼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制約的因素 就是非線性激活函數 非線性激活有比沒有重要 具體做成什麼樣子有幾層 這件事情反而沒那麼重要 因為在生物學上面 這個生物神經網絡的非線性激活 是個固有機制 啊 那麼在生物學網絡上呢 我們測出來的是 sig mode這樣的非線性激活函數 當然在人工神經網絡發展的早期 大家也試圖去模擬 這樣一個sig mode非線性激活 後來發現不好搞 我就搞這樣一個sig mode 我的算力消耗就很大了 生物學網絡這個東西就是自然而然 它就能調控成這樣子 但是你在電子上面 你要有非常多的計算的步驟 才能實現這樣一個非線性激活 算力消耗代價太大了 所以才會有軟路等等等等 這樣一個分段線性來代替非線 或其他的一系列這種 非線性激活的能力 那麼光計算上面 能不能讓我們的網絡具備一個更好的 更完善的非線性計算能力 這樣才有可能把我們的任務的 這個計算的算力 變成執行任務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對於光計算來講 不管你走什麼路 發展的一條最重要的路線就是 保持現在的算力和功耗 同時提能力 已經有很多在高算力低功耗下面走的 不同的技術路徑了 但是我覺得下一步的路徑的發展上面 一定會走向一個從算力到能力的 這樣一個過程 那麼在算子層面上 我覺得最重要的可通構 就是從線性的到非線性的 但是這件事情很難 為什麼要有非線性的 我們舉幾個例子 像二分類的推理問題 我們認為就這樣一個解空間 一半紅一半藍 線性計算只能是切一條直線 那當然高尾線性 你切的是不同 維度上的平面等等 這樣一個概念 但是它只能做簡單切分 像這種犬牙交錯的 這樣一個形式 紅中有藍 藍中有紅的 它一定要畫一個非常複雜的邊境 而這個複雜的邊境 一定是非線性 這個帶來的 那麼我們一般認為一個神經元也是這樣子 你前面的加成的過程都是線性的分類的方法 然後你認為這就是特徵提取 後面到非線性是什麼呢 做的是線性的結果的一個非線性的組合 它來畫這個複雜的邊境 比如說我們想做複雜的任務 就一定要有非線性的這樣一個能力 而非線性是什麼 最簡單的例子 我輸入光的強度 就決定了我器件本身對光的調控的能力是什麼 你看看啊 這就是以光控光 我的光不僅僅是受到調製的對象 我還是控制調製的對象 那想做到這一點很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剛才我講的可重工的目標是要維持算力功耗 同時提複雜能力 但是這件事情是偶合在一起的 那麼比如說 我們有了非線性 肯定複雜度就會變高 是吧 我能做的任務能力就會增強 這個毫不疑問 但是呢 我們缺乏這種新的理論的支撑 就是在一個複雜的任務上面 我們怎麼去定義任務的複雜度 這個任務的複雜度映射到我的這個網絡上面 我需要幾層是非線性的 是不是需要每個點都有非線性的 每個點當然代價就高 對吧 你只有一層代價就低 那麼在這個結構的盡可能簡單 但是任務盡可能複雜的這個上面 有沒有一個balance 如何去做這樣的trade off 我覺得這個理論現在還是我們尚未觸及到的一個空白的領域 我們現在還證明不了我朝什麼樣方向去設計到 有非線性的網絡的最簡化的架構 可以支撑更複雜的這個網絡任務 這個還不知道 那麼器件上面 強光非線性都好弄 弱光非線性也有探索 但是 這個非線性是依賴於材料的 材料就更多的制約因素 剛才我講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專門為光計算去研究的這種相片材料 它的問題在哪裡呢 比如說 像 董堅基老師他們做這個片上的這個 算數邏輯計算的時候 他也跟我講 他說 者規放在一起就是可以產生非線性的 但是這個東西你去改了它的性 你把外調控的信號撤掉了 它什麼時候回來呢 它得過幾十個毫秒 我可能說的不一定準確了 反正它的調控和撤掉調控 恢復到原狀的時間間隔相對來樣長 相對於誰長呢 相當於光速或者光傳播的速度來講 相對來講比較長 因爲說 我如果說加了非線性的可調控 那麼這個光學器件就跑不滿 我不能以光速一個脈衝一個脈衝 我用什麼這個非秒皮秒這個量級的脈衝 一個一個去往裡送 不行材料反應不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有了任務的複雜度了 你有了但是你的算力就低了 對吧 那另外一個你不是要去調控它嗎 你外加的光也好熱也好電也好 這些東西算不算你的功耗呢 可能它也要算進來 算你作為整個一個器件 那這樣一來可重構有了非線性 但是能耗就起來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矛盾 那麼包括器件級的 我們能不能做更集成化流 尤其是片上從大到小 那麼為了能量的這個更低 是吧我就調控的能量更低 能不能有一天我們從電光調製 或者這個光電調製 再去做到全光調製 因為確實有些片上的工作 為了獲得非線性的能力 我做了光電光的轉換 把光變成電 再變成光產生非線性 那這樣一來 你是不是兩次換能 能量損失的代表多大 所以非線性是一個很高很高層次的可重構 它對於可重構的能力要求也很高 並且它是一個系統問題 不僅僅是能不能可重構的問題 而是可重構 要對整體的一個光 或者光電計算系統 它產生多少的負面的影響 它的算力會不會被拉下來 能耗會不會被拉起來 這個是在算子層面 我們做非線性的這個環境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所以我認為圍繞著非線性的問題 去突破這種片上的也好 空間的也好 更完善的可重構 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突破點 第二就是架構 我們當前在光學神經網絡上面 空間的和片上的 實際上沒有特別大的這樣一個區別 我們做的這個結構 更類似於感知機 全連接的這樣一個 或者是卷积連接的這樣一個結構 就是誰連到誰相對固定 權重怎麼分配 受到物理因素 而不是我們這個算法構想上的制約 大家看 右邊這個圖 YOLO5 這是一個YOLO第五版本的 它的一個整體的網絡結構 它上面不光有卷积 還有切片 還有遲化 還有殘差 你看它的架構 是不是極連型的 越來越複雜 對吧 只有這樣複雜的架構 才能做複雜的任務 那我覺得 從架構上面 可重構的一個目標 也不一定是說 我在一個架構上面 提供到了全部的算法 可實現的能力 也可以考慮去做 通路的 就像類似於控制 和架構相結合的這樣一個形式 我有沒有可能把 這個網絡的連接關係 做得更靈活 權重的分配能力做得更靈活 然後不同網絡之間的 集連和傳遞控制 做這個各靈活 這個我覺得 是要充分挖掘到 光計算 這個稍微寫錯了 這複合網絡的架構 它來支撐更複雜的任務的能力 這是我覺得 從架構上的突破 另外一個 回歸到最原始的 剛剛我們講了 像在演設上面 你對它調控 為何要多層 因為它每一層 都有物理的因素的制約 你想做得複雜 你就要把這個層數增加 但是增加多了 給你實踐上面 帶來很多這個 複雜的工程技術問題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思考角度 光的調控是什麼 就是光和計電材料 這個交互作用完成受控傳播 是吧 我們這就叫調控 那麼誰可以做調控呢 眼射啊 斜震啊 干涉啊 磁光啊 極化啊 電離啊 這些東西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們只用某一個維度的 那麼它的調控能力 就受限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構建 這樣一個從低維調控 到高維調控 一個更複合的 這樣一個形式 用多種維度聯合去實現 我們特定的一個調控的目標 這個也可以讓我們的 調控余度夠大 反正總而言之 器件的可調控的余度越大 那你算法構建的靈活性就越高 控制切換的可能性就越強 你的架構才有可能做复材 那就跟低肯定都還是來自於調控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去調控 這個探索一些這個高維的 調控的原理和技術 那麼能不能考慮到 多種因素的高並行的調控 大規模的同時的計算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重構的 發展的一個方向 那麼最後呢 跟大家總結一下 以我這個非常有限的認知 非常粗淺的思考 我得出了自己一些淺薄性的結論 就是電的可重構和光的可重構 路徑是完全不一樣的 電的可重構是因為 我不管怎麼實現 我都已經具有了通用的計算能力 所以我的可重構的目標 是拉高算力 是吧我把其他不用的扔掉了 我就用我專用的這部分 拉高算力 同時呢 要降低能耗或者是成本 這是電計算的可重構的考量 而光計算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有的是算力 高算力 我們有的是低功耗 但是我們不用通用計算的能力 所以我們的可重構 面向的更多的研究是靈活性 但是算力也好 能力也好 它中間都會在若干個環節上 有trade off 有相互的制約 那麼光的可重構 就是在保算力 保能耗的前提下去 逐步提升我們的靈活的能力 這是一個我的想法 那麼到後面呢 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總有一天 光計算是可以走向光電計算機 或者全光計算機的這樣一個環節 但是它一定不會再去走 什麼晶體管啊 這樣的一條路線 那因為那個呢 像貝爾什研事已經證明過 基本上不可行了 那麼圍繞著這個更中遠期的 宏觀的戰略目標 我們在整個的光計算的這個環節上 無論是從理論材料工藝器件集成 還是應用 可搞的東西也很多 也很感謝董老師的這個邀請 他組織的這個光子學的公開課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來這個號召更多的有志的同事們 一起來集中精力 把這個領域呢 去做大做強的一個機會 你好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呢批評一指正 好的 感謝范老師 非常精彩的一次授課啊 那麼從我們光計算與電計算的 這樣一個區別與聯繫 也為我們非常 應該說高屋建林的分析了 我們的這個目標挑戰趨勢 我們可以發現范老師的這個報告 給我們非常多的這個研究了這個 這個啟發 非常感謝范老師 我看現在我們可以有 還有點時間我們可以 可以跟范老師做一個交流啊 那麼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問題呢 打在聊天窗口 那麼直播平臺呢 你可以把網上的問題呢 轉到我們的聊天窗口來 跟范老師做一個簡單的交流 好吧 那麼可能還有點時間啊 可能他們轉過來 還有可能要花點功夫啊 那麼我想問一下范老師 就是說您覺得就是光計算 它需要 因為您之前談到這個 紅多一脈架構 是吧 存儲計算分離 您認為它不是這個突離的一個必然的形式 必然的選擇 只是一個特例是吧 那您覺得對 那您覺得光計算來說呢 那麼光的存儲和光的計算 因為您今天講的計算比較多 那麼光的存儲好像 就是沒有提到 我想我不知道您覺得光的存儲和光的計算 這塊存儲是必須的嗎 我個人有一個非常不成熟的想法 我認為在受限的條件下面 光的存儲不一定是必須的 我們也可能去構建圖靈計算 我簡單舉個例子 像我們門電路是吧 門電路呢 這個貨與非 我們發現都是兩個輸入 一個輸出 那這個時候我們 如果把它認識為圖靈機的話 狀態是什麼 這個時間可以認識到 不止一次兩個圖靈機 第一個A和B嘛 我認為A就是獨入的 就變成了當前的狀態 另外一個獨入的 是跟這個狀態呢 去做相關性的規則的匹配 也就是說 我們從門電路級別上 你可以認為兩個是輸入 也可以認為一個是輸入 一個是狀態 那麼在光上面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考慮到 把光存儲的狀態 用回環的形式 它同時給到輸入上面 就是說我甚至可以在特定的條件下 有可能去構建一個 把狀態也同時變成輸入的 這樣一個環節 那麼它從結構上面 也可能是可以等向成圖靈的 這樣一個結構的 比如說受限的條件下面 我覺得不一定是需要光存儲 來支撐這個 這個這個就是靠光存儲 來實現圖靈的一個狀態的 這樣一個存儲的這樣的機制 那圖靈的還是一個理論的模型 重要的是看我們怎麼能夠 這個在受限的條件 去實現這樣一個特定的模型 但是你要說通用的話 就是我希望更通用的計算 那我覺得 可能還真的是需要光存儲的這一塊 光存儲就在於 我的代價有多大 是吧 它對於算力功耗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一個 重要的這樣一個考量 所以就 我對光存儲可能沒有那麼熟悉 我也不太敢深入的去談 但是我總而言之 我是兩個考慮 第一個受限條件 它的圖靈計算 不一定是需要光存儲 也可能可以構建 但是長遠的看 更通用的看 應該是需要光存儲的 這也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好 謝謝 謝謝潘老師 下面有些問題 我也可以和您一一來做一個交流 顏思希老師提到 您對於飛行性激活函數的 這麼一個可承諾的要求 剛才我覺得您對 您提到飛行性激活 對於我們光景來的特別重要 非常讚 那麼延老師想問一下 您覺得飛行性激活函數 自身的可承諾類型 比如說它的類型 參數 那麼對光景算的重要性大不大 或者說是否必須 首先來講我覺得 飛行性函數本身一定是必須的 是不是可承諾呢 分場合 那比如說 我們在一個特定的應用上面 我證明了 如果說是有飛行性 一定比沒有飛行性好 那飛行性什麼樣的形式 什麼樣的參數更好 這個肯定是理論研究的 一個逐步迭代的過程 那麼對於這種研究上面 它的可重構性 不一定要用這種 非意識 不一定要用意識的 你可以是研究好了之後 去寫一個 研究好去寫一個 它不一定有這種 實時可重構的這樣一個要求 但是 因為這個應用場合太多了 這個很難沒舉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到 有一些環節 可能確實需要這種 非線性的可重構 比如說 我們希望整個的邏輯器件 整個的光的計算器件 是可以編成的 那就意味著 你肯定只能在原位去做這種 非線性函數的可重構 但總體來說 如果沒有非線性的運算能力的話 那我們的光計算 始終很難做複雜的任務 所以我覺得 必須的 這個肯定是必須的 那個 友約同學提到 就是 從應用角度上問一下 現在光計算 是否有一些實際場景的應用 還是說為時尚早 目前就是開始跟實際的 比如像我們這個 生產相關的 是吧 就是支撐生產力的這一塊 我覺得目前的 已經開始有一些 這個初創型企業 開始在做落地了 比如像我們剛才講的 像沈寅前老師 他們這個西智科技 是吧 像白冰老師他們的這個 這個光子算數 他們現在開始做一些 這個光的智能的 加速計算的硬件 那目標應用的可能就是 像雲計算 然後我的超算中心的 大服務器的機房 有這樣一些應用的場景 這個開始有逐步的結合了 但是如果說我們想要 全光的系統 或者說輸入的信息就是光的 是吧 這種系統上面呢 我覺得還比較難 這個可能就 這個沒有涉及到 不是因為我們這個 可重構的問題 而是在於怎麼去做 非相干光計算 因為我自然場景上面 一些目標識別 我進來的肯定都是 非相干光 你打主動的光源 還會有退相干 這樣一個特性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專用光計算上面 要走的路徑 可能除了可重構之外 更重要的 它的側重點 就是非相干光的 在通用的算數 邏輯計算上面 那更重要的 可能還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怎麼有效的去做 這個理論突破 就是我們在非圖靈的架構 是吧 和圖靈的功能之間 怎麼去打開這樣 然後通路 我覺得那個可能還需要更多的 理論層面的這樣去指引 嗯 好的 那下面這個問題呢 和您剛才講的 其實是非常那個對應的 再想問到就是說 光計算 輔助電計算 可能比純光計算 更有這個應用價值 是的 光和電計算融合起來 如果通用很強的話呢 會不會有更大的前途 嗯 我覺得徐老師這個 講的很專業 這個一定是這樣子的 它肯定會有更強的一個前途 但是從我個人思考的角度來講 在這種光電融合的架構上面 需要要這個重點考慮 或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評價的這樣一個問題 光自身的能力顯然很強 它在特定的算子上面 一定會比這個 電計算體現出來一個 更強大的這樣的優勢和特色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把光和電融合在一起 哪些部分是光 哪些部分是電 如果我們把光放在中間的話 前面的是電 那前面你的輸入頻率 是吧 也會受到時鐘啊 等等一些的制約 能不能讓光吃飽 就是如果說 我不是光自己 不是瓶頸了 反而電變成了光的瓶頸 那你整體的性能的提升的 點在哪裡 是吧 那麼包括我們光可以算得很快 它出口後面 後續電路還是電的話 就是怎麼去做光和電的功能等等 這些評價 這個很重要 像我在超算領域上 經常會有一個 系統的這個阿姆達爾的 這樣這個評價的標準 就是我局部的加速不重要 它重要的是體現我局部的加速 或性能提升 對整體系統的性能的貢獻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還是需要很多的深入的探討的 這個架構的本身肯定我覺得是落地最早的 就是光電相融合這個形式一定是落地最早的 但是它想做到最優化 是吧 就是這個相對來講也很難 所以我個人的判斷是說 光電融合的肯定是一個長期併存的這樣一個過程 想拿光電融合去代替純電的 這個還要考慮到生態 就是我們光自己怎麼去做 你要考慮現在電的生態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也會有一條 這個可能更偏實踐的這個路徑上面 還有很多的難典要去攻破 明白 好的 那麼蘇大的牛林老師就問一下 就說 飛逢架構 目前它的新型計算除了光以外 那麼行業上還有什麼熱點 或者說還有哪些典型的飛逢計算 除了光以外 是否成熟 飛逢的在電上面現在這個研究很熱點啊 像我們去玩那個吴華強老師他們做這個一組器 是吧 就是相信說我們是這個存算一體的啊 存算一體的 就是我不需要再隔著很遠去取這個 到總線上去取數據進來 到自己的寄存器裡面去算啊 那麼實際上還有一個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也不能算是什麼呢 這個研究的熱點 現在實際上在這個應用的場合上面 不能講飛逢 但是我覺得開始體現出來這樣一個趨勢了 就像蘋果的這個M1 M2的這個處理器 它開始做這個大的統一內存邊紙 從開始緩存到外存 是吧 大家不是一個層級的結構 大家都在一條總線上去跑 這個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想去突破這個存儲強的這個高食鹽的這樣一個特性 所以我覺得飛逢的架構在電上面應用的可能比這個光上面的還是要多 因為它跟整體的計算的生態這個結合的還是更緊密的 明白 好 非常感謝范老師 非常詳細啊 這個很有深度的回答 我覺得對大家都有非常大的收穫 那麼今天的那個本講座呢 應該說 既高見寧同時呢也富有啟發 總的來說是對我們光澤公開和光澤計算給了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好 那麼 我看沒有後面進步的問題 我想 我們今天要不就在這裡感謝范老師 再次謝謝您的精彩授課 好 再次感謝董老師和這個唐老師的邀請和介紹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也感謝各位同行的這個關注和支持 謝謝 好的好的 那個週末的早上也辛苦您了 也辛苦各位同學和老師們在線的這個參與 那麼我們下週繼續 好吧 范老師今天謝謝您 好 各位老師同學再見 好好 好